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来关注的是 联合力箭逼军演落幕了 不过共军仍然持续公布 军演画面对台施压 那么最新的影片当中 出现了轰6K 以及战机跟中央山脉 同框的画面 共军联合力箭逼 围台军演完成后 还是持续释出演习画面 大陆自主研发的中远程轰炸机 轰6K起飞升空 朝台湾本岛北部南部东部前进 共军宣称轰6K具备大区域巡逻 防具外打击能力 这次对台军演 多架轰6K战机挂载实弹 对我方港口军事目标 实施多次模拟打击 共机绕台挑衅 释出飞行员视角画面 刻意强调逼近台湾本岛 战机和中央山脉同框 并且提到毒机型战机都挂有实弹 解放军行动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听得懂的语言 让他们明白 力箭高悬头顶 除了午后还持续文工 MV用动画形式呈现 画出花莲台东一带 搭配男女歌声唱 坐着军舰看花东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在福建厦门 我的后方就是厦门大桥 其实厦门民众他们对于联合力建2024B的演习 是有一定了解的 会觉得说他的演习范围越来越逼近台湾吗 反正自己家里面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呗 挺好的嘛 就正常嘛 各三三五来一阵去玩身的呗 作为距离台湾相对比较近的大陆城市厦门 居民长期对台海局势都更关注 对于共军持续施压 国军强调将持续常态戒备 依据敌情决定应变的层级跟手段 TVBS新闻谢谢心 陈向如采访报道 就在昨天解放军展开围台军演的同时 东部战区直接画出六大演习范围 其中多处踩进了我林街区 不过对比今天国防部公布的共军轨迹图 似乎有不少差距 因为我军并没有公布大陆的海警船活动反文 解放军行动演练的就是打台独 我们就是要用台独分子听得懂的语言 让他们明白 力剑高拳头顶 才刚开始就结束13小时的力剑演习中空定调 为打台独而国防部也丝毫没让步 东州守飞大队演练刺针飞弹 接战程序 机动雷达车也火速进入阵地 从10号上午5点到下午6点 共军或153架次共机与14艘 共建外加12艘公务船 这一次要特别把这凶风飞弹 把它升起来 或者是放一些反舰飞弹的照片 也是会去提醒他的 就是去教育他不要太过靠近 要严密监控工具一举一动 评论锐员无人机也紧急升空 首度参与力剑演习的辽宁舰 则被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 出没在冲城县460公里外的海域 只是摊开解放军东部战区14号 公布的6个演习区域 包括海警船的活动范围 多处压进我临街区或建制水域 对比15号 我国防部公布的共军演习范围 不仅没把海警船的航机纳进去 对方也没有踩进限制水域 出没地点其实跟他公布了有所差异 那可能是第一个 当然是中共 他不会揭露所有的情知 那第二个就是国军的反制 让中共的机械 无法按照他预定的计划 这次演习可以界定成是一个战略心理战 我方选择性只公布 共激活动空域对岸 则希望放大以达威则目的 各局所需 TV被宣传讯会台北岛 这次的军演 多骚大陆海警舰艇 在台湾周边海域展开巡查 其中有一个编队 还以闽南语对台湾船只喊话 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我方喊巡署 也以中英文广播事件回集 大陆福建海警 大陆福建海警 喊话台船 连敏南语都出来 陆方想要更听得懂的语言沟通 但这腔调似乎不是马上就能懂 14号对岸展开围台军演 陆方还以巡航路线制图 直接命名为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除了引发网友大酸 监视恐怖情人 我方当然也不领情 中英广播事件 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 请立即转向 尽速离开我限制水域 在国际海域共军包围台湾军事演习 我方英文回集 要让事件明白台湾处境 面对中共发动军演 海巡署及时应处 直除了共机共建进逼 现在还有假讯息要澄清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一连贴出多张照片 就是因为网络讯息指出 管碧林因为汉图瓦鲁总理沁生 对军演不知不觉 连海巡舰长都在饮酒作乐 管碧林严正驳斥 要敌对或亲中势力 不要抹黑海巡 大陆围台军演13小时落幕 但对台资讯战 恐怕还没结束 这次共军对台发动的军演 有专家学者认为 在美国大选期间施行 主要应该是针对 美国两岸政策立场叫板 其次才是针对台湾 详细节目的交流资金记者邱安荣 中共解放军在昨天清晨 突然宣布要在台海周边 进行联合力箭逼的共军演习 而且看一看 这个有解放军释出的 这个军演区域图 是把整个台湾给包围住的 那现在这个军演 在13个小时收兵了 有学者做分析了 这个联合力箭逼 可以说是有次序的逐渐 对台湾建立这个板潜 隔离线优先巡舰水下目标 最后这个航舰群 会进入西太平洋抗击 这个外军接入的 而这个共军的联合力箭逼 其实在几天以前自有征兆的 共军出海战机多批次多架次 而且数量可以说是异常增多的 明显演练夺取空拳 尤其辽宁舰的编组 还进入了西太平洋这一块 有多架次的反潜直升机 频繁的在东部海域升空的 不过他们认为说 其实这个军演不是针对台湾 而是针对美国 因为美国大选期间 施行进化版的对台作战演练 中共应该是针对 美国两岸政策的立场来照办 不过也有外界解读 中美事先有达成默契 但是有党政人士质疑 前总统马英九论调跟北京一致 成为了陆方合理化军演的理由 对此马英九再度怒轰 中华民国对总统来说 只不过是台独借壳上市的工具 中共联合力见军演才刚结束 有党政人士说 前总统马英九日 遣着借壳上市说 让陆方合理化军演动作 中华民国对赖总统来说 只不过是台独人士用来利用 作为借壳上市的工具而已 马前总统炮火不减 赖总统隔天公开行程 也没针对军演再发言 不过这回美国声明 严重关切与过去高度关切 用词更强硬 或许是中美之间达成默契 中共13小时就收兵 而且是单一战区无实弹演习 不只针对军演强硬表达立场 美方似乎事先告知我方 因为据了解这天 政府总统比平常更早到总统府 逐魁临时取消行程 早上八点开始两小时 国安高层会议 不过这会议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质疑为何参谋总长 三军司令等军事背景人员 都没参加 另外还会会部会首长 也没与会 而且桌上只有少少几页 痛批根本只是摆拍 那么竟然有人会用摆拍的方式 各位如果看看 我在照片里面那张照片 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照片 中共军演画下句点 但引发的政治效应 没就此落幕 而陆军空训中心 特种地形跳伞训练班 今天则是清晨在屏东大鹏湾 实施水域跳伞训练 总共27名官兵顺利完成任务 只是中共环台军演刚结束 又提到南部地区是精神大本营 相当于大脑 军事专家就解读 南部有加南平原 的确是和大部队的运作 陆海空的军事院校 也都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多多散花在空中绽放 跳伞特战官兵 从C13栋H运输机 一序跳出 从1250尺空中一药而下 第一年教官隔空呼喊 要官兵们手往上打开 在空中排成一整列 精准降落在大棚湾海面上 一旁借户小艇 教官立刻破镜 接应降落了散兵 水面跳伞不容易吸引不少军事迷抢拍 陆军空训中心特种地形跳伞训练班 15号一早总共27名学员 在屏东大棚湾完成水域跳伞任务 只是中共环台军演刚结束 现场气氛严肃 因为跳伞主要场地就在屏东 而对岸官媒又把南部比喻成大脑 可能就和南部的军事有关 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 获胜是以这个军事部署 这个大本营 基本上还是在南部的这个部署 跟配置比北部要多 特别有江南平原或是南部 他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大部队的运用运作 那另外台湾的军事院校 基本上都集中在南部 北部他由于是指挥中枢 所以他要负责这种所有资源的调度 还有甚至于对外联系有盟 专家解读像凤山的陆军官校 海军左营基地空军钢山基地 训练场地几乎都集中南部 军力资源多 而北部掌管经济和政治中心 更是军方作战指挥中枢 南北都不可轻忽 TVBS新闻徐季洪宋家娟高雄报道 总统府日前公布新的大法官提名名单 不过立法院在野党团有意见 因此还没有进入实质审查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今天下午就帅领大法官提名人 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见面沟通 而争议性比较大的司法院副院长 被提名人姚立民 据与会立委转述 他跟韩国瑜见面相当热络 两人握手展现善意 总统府秘书党潘孟安 率领七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到立法院拜会院长韩国瑜 值后方的被提名人 司法院副院长姚立民 更是紧握韩国瑜的手 是否因为被再也质疑不适格 被迟疑说好像有点抽拥的角色 那对于今天这个 来办会韩国瑜院长有些提名 会再找时间办办 小心小心 敏感问题没有正面回应 但姚立民看来一派轻松 显见先抓住韩院长的心 姚立民副院长被提名人 其实跟韩国瑜院长是旧事 两位见面其实相当的热络 那也特别闲话家常了一番 不止两人聊得很热络 双方会面十分钟 都速战速决 韩院长刚刚很热情的接待 我们也特别谢谢他 那像谭盛欢 韩院长也云落 会尽快将大法官的人事案 包括行政案所提的 这个NCC都能够尽速排入议程 大法官人事案卡关 把球丢给韩国瑜来协商 只照惯例除了拜会院长 被提名人也该拜会各党团 尤其这一次名单 争议性满满 每一位被提名人都是学父五级 未来在这个院长组朝委想要之后 我们也会择旗来拜会其他党团 盘梦安看来很有信心 但意思是等有协商结果 这些大法官才要来拜会吗 在九月民众党团就层出好题 要大法官回应 也说要等到立院审查定案再答复 口中念出的审查标准 跟这七位大法官人选 同一权行使能否过关答案 呼之欲出 TVV新闻的崔仲群苏凯成宁 宣宣 台北长报道 另外明年度的中央政府 总预算案持续卡关 是不是要让总预算案 在周五在院会一读复尾 就要看朝野协商结果而定了 再把时间交给宛柔 总预算案到底要卡关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朝野对于这个 没有编组原住民的进法补偿金预算 以及为调高工粮收购价 现在总预算是卡关的状态 甚至在上个星期五的 朝野和解饭 吃到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的 不过据悉 其实卓翁泰有表示说 朝野协商的时候 其实会给复案的 柯建民也表态说 细节到朝野协商再谈 听起来民进党这边 可能会退一步 国民党这边有可能退让吗 现在据了解 国民党团的鹰派跟鸽派 是持续在拉扯的 鹰派的立场认为说 依法编列原住民的进法补偿金 这个正当性非常够的 所以不可以无条件的退让 但鸽派的人则认为说 其实可以有条件的退让 至少要让总预算案一读复委 到时候通过决议 再要行政院依法编列 而且还可以在委员会里面 实质审查的 不过就在后天 也就是星期四上午 且韩国瑜也将召集 朝野党团来进行朝野协商的 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林思敏就说了 如果民进党团愿意沟通的话 其实有共事周五 就可以交付委员会审查 而现在总预算案有曙光了吗 在今天的程序委员会上面 就没有进行表决 把这案子挡下 是直接交由周五 院会处理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变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带你一手掌握 直接民族脑立委 曼玉珍猛叮手中资料着寻达 双方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卓卉我们回忆一下 上礼拜我们都吃过一顿午餐 你很清楚 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应 都是我在问 我在说 我都很注意听委员的话 我们都受你感动 我讲的话你都没有听 卓卉控管脸部表情 只盼替周四登场的朝野协商 堆叠善业 但中午的程序委员会 似乎就没这么和气 台上台下上演女人战争 朝野无法达成共识 各自表述举牌表达诉求 拒绝诈骗人民 你跟我同一个乡 我们两个又同一个村 我每次骂你 你骂完以后我们村民 你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同村在骂同村 民间的立委庄二雄 好说歹说 就盼民众党立委林国成 留点同乡情分 蓝白为了给立法院长韩国瑜 周四朝野协商留下转环空间 这回程序委员会没阻挡 不表决 直接提报周五院会 希望协商能够顺利 我们也能够适度的提出 我们原来想象中 可以解决的几项方案 卓卉强调 没有一方是铁板一块 也沙盘推演 几套裁员方案 就了解可能透过援助民族委员会基金 或是追加预算 不过周四协商前 谁也不能提早先出底牌 年度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将在下个月登场 只是谁将能够代表总统出席 目前府方仍然没有正式公布 最了解总统原主义 前副总统成见人 但是主办国希望 能够有无政治背景代表与会 连续登人六届 APEC特使的张忠谋 今年要交棒给身旁的好友 红旗创办人 是阵容了吗 只是有消息指出 总统原属于陈建仁代表 因为其公位专长 再加上秘鲁是天主教国家 不过主办方秘鲁希望 能有无政治背景代表与会 这似乎也间接证实中共施压 毕竟陈建仁不只当过副总统 还在2022年加入民进党 基于对秘鲁方的尊重 以及双方互信 外交部不便对外说明 只能低调再低调 但施政荣被点名不是没原因 身为红旗创办人的他 早在2007年扁政府执政时 就曾担任APEC大使 可能就像扁时期的张忠谋一样 赖政府也从扁时代找人 而大陆队伍方打击不止国际上 前一天共军展开联合力剑逼军演 艺人欧阳娜娜跟张韶涵 分转三观图片 高喊台湾就是中国领土 我反而会觉得蛮难过 他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得已等等 因为我在台湾不会 我们在台湾给任何一个艺人创作者 我不会让你写下一个 对于台湾多么忠心 我完全不可能 我家门口有人插个五星期都可以 个人立场小也直呼难以想象 但身为文化部长 李远说必须关心 提醒发文者别被利用 中共对台打压 无所不在 新一片新闻 李国正邱安柔 台报道 今年三月 因为涉及台制光案 遭检方积压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陈冲文在这个月初获得交保之后 今天首度在议会公开露面 他透露自己受了四十公斤 慢性病都没有了 我发现你们很喜欢我的电子脚 发现众人目光都聚焦在电子脚 上陈冲文自己先开玩笑 虽然被裤子遮住 但左脚踝处还是看得出 从被积压到招保 陈冲文到议会 首次露面直询 频频自嘲 局长好 你做好 处长好 我这个脱离社会太久 我不知道处长姓什么 没有关系 我就称你处长 因为台志光案被积压六个多月 现在辩解 一审预计十二月底宣判 经历一连串司法调查 陈冲文也变了体态 我瘦四十公斤 我都有到 而且我没有准备题目 我也在楼上 我想起诉书上面的内容 写得很清楚 台湾的司法 是有公理正义的 会还我一个清白 一天要喝十瓶的可乐 汉汤的饮料 实在是太多 在这一次的时候 就充分的落实了这个戒糖 一天食品可乐习惯已经戒掉 也强调自己人都在议会 没有落跑 不止检方还在调查 议会调查小组也发现 台北上讲完 四月八号终止 和台志光 仅用监视器传输废子约 但台志光却不甩 每个月还是会给警察局 两张发票 一张是用解除子约后的 一张则是子约专案费率 两千一百元 并发文给市府表示还欠款 并且还要收5%利息 讲得非常的大声 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就因为备原系统还没有上路 所以让这个台志光 觉得讲完就是讲讲 他也没有在怕的 目前我们就是依照 母约1761的费率在支付 也持续接受台志光提供的 集中监视器的服务 就算结了子约 市府和台志光依旧难分难解 TV的选择江明和薛依旺扁 下集台报导 下集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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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